各位观众大家好 现在又是李天孝快评时间 今天跟大家聊的题目是 习近平为何此时抓捕孙力军 4月19号 中共官方公布了拿下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 中共十八大至今 习近平已经换掉了公安部六名江派副部长 现在孙力军实际上是作为江派 安插在公安部的一个重要人物 副部长 他主管了邪恶的国保局 610办公室 以及港澳台办公室 这些关键的部门 应该说拿下他 应该是习近平随时可以办的事情 而且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一直没有动 而且到今天才抓捕孙力军呢 今天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抓捕孙力军不会是因为贪腐 中纪委网站 以及后来抓捕孙力军之后的公安部部长 赵克志的谈话中 都谈到了他违法违纪 但是都没有谈到贪腐的问题 这个贪腐啊 在中共内部来说应该是无关不坦 这种常态 孙力军当然也不会例外了 如果说习近平要抓他 因为贪腐要抓他的话 那随时都可以抓他 早就可以抓他了 不要等到今天了嘛 所以贪腐不是孙力军被拿下的一个原因 至少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原因 赵克志在他的讲话中提到了 孙力军对党不忠诚 不知敬畏 两面人等等 这些我觉得确实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 赵克志讲的 孙力军对党不忠诚 他实质的意义是讲 孙力军对习近平不忠诚 尤其是不知敬畏 这四个字 从来都没用过 你去查中共对江派人物 或者其他人的这种定罪名词里面 没有 第一次出现 实际上这个是指孙力军要搞掉习近平 或者说是犯上作乱的一种委婉的说法 其实孙力军对中共邪党是死心塌地的 你知道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3月5号 最后一次露面 实际上他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带领两个尼军官宣誓下毒室 是吧 要效忠于中共 带领他们入党 也就是说 孙力军在他被抓的这个前夕 实际上还在尽力的效忠这个邪党 把新人拉到邪党内部去 是吧 这个实际上就是效忠邪党 所以他不能说对这个邪党不效忠 是吧 应该说对邪党很效忠 孙力军使孟建柱和周永康 步步提拔起来 安插在公安部内部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因此来说 当然是效忠邪党 效忠江派 他不会效忠习近平了 是吧 我们讲了江派 这里有必要重新再回顾一下 就是江派 他绝对不是单纯讲的是 跟江泽民有过工作关系的 或者说是从上海出来的 这些人在一起结成江派 不是的 他主要的含义是指 在迫害和镇压法轮功上 有过共同的血债利益关系 有这种血债所结成的这种关系 叫做江派 赵克志在他的这个讲话中 总结孙立军的这个罪状的时候 他讲就是要清除周永康和孙立军的流毒 那实际上他是把孙立军和周永康联系在一起 那什么意思呢 一个当然是指孙立军就是江派人物 是江派在公安部内部的一个人物 另外一个 当然这个讲话 他是经过习近平首肯的 那也就是说 习近平本身就是把抓捕孙立军 看作是清理江派的一个继续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关键 这么一个问题 孙立军效忠协党 但是习近平却不在乎 他照抓不误 这说明对习近平来说 保命保全忠于保党 换句话说 党对习近平来说 不是很重要 就是为了命为了权 他可以舍弃这个党 而且实际上现在的情况就是 习近平在十九大以后 一直被江派追杀 采取各种形式跟他捣乱 置他于死地 实际上习近平是 接连的碰到这样的事情 碰到头破血流 习近平应该认识到 他今天所处的地位 不是这个党在维护着他 而是他在维护这个党 而江派却利用这个党 处处给他制造磨烂 处处给他穿小鞋 给他捣乱 要置他于死地 而且现在的情况是 中共正在处在一个 天灭中共的一个灭亡时期 是吧 如果习近平继续是这个党魁 他所做的事情 都是在维护这个党的话 那么一旦共产党灭亡 所有共产党在历史上 所犯下的所有的罪责 都得要习近平的承担 所以说他保这个党 既保不了权 也保不了命 这点是非常明确的 不知道习近平他认识到 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习近平现在通过 孙力军这件事情 保命保权 不保党 那这就对了嘛 要知道这个权和党 这两者是可以分开的 现在习近平 弃党 解体中共 把自己的权力基础 从党的这个上面 转化到民意和民选 这上面来 那么这样的话 他就能够真正的掌握 牢靠的权力 因为这个权力是人民 通过选票 一票一票选给你的 这个是最牢靠的权力 而党给你的权力 是完全不牢靠的 而且你要抱住 党给你的权力不放的话 那你最后不但丢了这个权 而且丢了命 那现在的民意是什么呢 这个民意就是 法办将之名 解体中共 这就是最大的民意 习近平不知道 能够认识到这点 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这个我们不清楚 但是如果习近平 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那么他就走对了 当然他做不做 现在并不知道 这要看习近平的 智慧的大小程度了 那么现在还有 非常具体的问题 这也很关键 就是习近平 究竟是何时抓捕顺利军的 这就是跟我们讲的题目 就是为何要在这个时候 抓捕顺利军 这个就有关了 根据判断来说 抓捕顺利军的时间 应该是在4月初 公布抓捕顺利军 是在4月19号 可以有两个证据来说明 第一 就是赵克志 在抓捕顺利军之后的 这个讲话 他这个讲话 实际上非常长 光文字稿就有两页半左右 这个是在抓捕顺利军之后 很短的时间 就两三个小时之后 他就召开公安部高层会议 那就做了这个长篇的讲话 这个讲话里面 给顺利军定下了很多的罪 罪名怎么定 赵克志他本身也做不了 应该是习近平 给他了一些指示 或者怎么样 他照着习近平的这个 说的去做的 起草 讲话需要时间的 是不可能是在 195号 抓捕顺利军之后 两三个小时之内 就把这个稿子给弄出来了 那也就是说明 这个时间段 一定是在4月19号之前 那么具体在哪呢 第二个证据 我们当时知道嘛 正好在抓捕孙利军 如果是在4月初的话 那么正好那个时候 是习近平和王启山 共同露面 一起去植树 一块参加清明节的活动 那当时我们的分析是 这就是习王共同露面 采取了一种 对江派的回击 那现在知道 这个回击 就包括对孙利军的这个抓捕 然后网上又出现了 很多网民 自己拍摄的这个录像 发现有很多军车 在那个时候开进北京 孙利军被抓捕 他本身在公安部 是有一批爪牙的 是吧 他底下的人 会不会在那个时候 蠢蠢欲动呢 习近平 我觉得是派了军队 去看管他们 一旦他们蠢蠢欲动的话 那毫不客气 抓捕他们 所以这两个证据都证明 抓捕孙利军这件事情 要早于公布 抓捕孙利军这件事情 一个是在4月初 一个是在4月19号 是吧 有这么一个时间长 为什么要在4月初 抓捕孙利军呢 因为当时 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 使得习近平引起了警觉 要先手来抓捕孙利军 必须得这么做 第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时候 国际上开始了 对中共政权隐瞒疫情 声浪越来越大 那个时候 孙利军是在武汉 他跟孙春兰 主管卫健委的政治局委员 副总理 两个人串通一起 实际上 他们俩炮制了 要搞到习近平的这个伪证材料 那么一旦这个材料 到了国际追责的人的手里面 那么就会对习近平造成很大的威胁 第二个 就是那个时候啊 孙利军参加了保护和储存 倒习的这个势力 包括当时阳光卫视 陈平转发了一个建议书 或者说公开信 要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讨论习近平去留问题 也就是通过召开这个政治局扩大会议 逼习近平下台 那么这两件事情 实际上就是配合江派要搬到习近平 然后让江派重新上台 东山再起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用习近平在瘟疫中的这个责任 冲销和转移 江派20年来迫害法轮功 用他会不会活在器官的方式 来消灭法轮功 这个烦人类罪 425就是法轮功和平上访的一个纪念日 到今天已经有20多年了 到现在为止 法轮功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把责任 追责的这个责任 用伪证的方式推到习近平头上 另外的话 保护和储存倒习的这么一个集团 这两件事情实际上是 根本上对习近平造成了威胁 触犯了习近平的底线 所以习近平毫不犹豫 短时间内立刻决定抓捕孙力军 粉碎这个江派的阴谋 那个江派 当然现在是这个阴谋被粉碎了 现在无计可施 孙力军被抓捕了 当然习近平还会有更多的后续行动 最后的话 我觉得将逼习反将逼习反 就是说现在已经是将逼习反的开始了 当然会不会进一步走到底 弃党抓将 这个是我们要继续看的这个观察点 总而言之 孙力军被抓 以及随后以前的官部副部长 现在的司法部部长 傅政华被削全 被削去了司法部党组副书记的这个职务 可能还会进一步把他削全 这都是可能的 这个说明习近平真的是在将逼习反 就是他反了就是反击江派 他现在的行动实际上是清理过去前一届 就是清理江派的这么一个继续 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是吧 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能够这样做 证明习近平已经非常牢固的掌握了军队 所以说他能够有把握的来清理政法体系 而且习近平这个行动实际上是顺应了民意的 这个民意在现在来说就是法办江之民解体中共 另外接着习近平又到陕西清岭去视察 很可能习近平是利用到陕西清岭视察这个机会 在最后采取大规模的行动之前 给自己增加一点底气 或者是调整一下心态 当然是不是这样我们还可以继续观察 不管怎么说 如果习近平能够一鼓作气完成抓江 弃党的这么一个行动 那么习近平就能走出危局 保住自己的性命 这次节目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